第十三回 昨天說到朝七太夜慢慢站起來 伸平隻手 對著碗口轟轟轟敲了三下 然後就把色仔放進去 他這下最規矩的摘法 沒有人說是茅拉的 三顆色仔在碗裏頭的磁鎚轉 但是個個人的心跳好像停止了 最後等到色仔停下 開來看看 果然三個鹿 賭王就是賭王 三個鹿為色最大了 沒得追 趙毛記笑一笑 他拍拍的衣服慢慢站起來說 嗯 我輸了 講完這三個字轉身就走出去了 啊 你怎麼都想不到這場豪島會是這麼收科的 趙毛記走了之後 屋裡頭 靜得烏鷹飛過都聽得到 通常有九個人在一間屋裡不會那麼靜的 尤其是這九個人平時很會說話 很多話說的 啊 怎麼知道現在一個一個都啞了 不出聲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心裡都在想一件事 這個行運炮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沒有人想到 他就這樣說他 我輸了 就起來走人 那些銀紙來的嘛 你以為是陰獅紙啊 是嗎 朝七太爺呢 又是吃回他那支水煙 過了很久了 出之有人忍不住發表自己意見 第一個出聲的就是尿八了 他說 啊 讓我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會這樣啊 輸就是輸 贏就是贏 他都輸了 所以就走人咯 雖然他輸得很好看 但是竟然都輸了 是不是 那不走啊 難道在那裡賴死嗎 尿八就以為自己說得很對 不過沒有人回答他 除了他之外 沒有人出聲 朝七太爺吃了一輪水煙之後 慢慢擔高頭 他問說 老大 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那老大呢 就是那個撩撩瘦瘦的中年人 他是姓方 在朝七太爺門下的八大金剛之中 他是老大 哎 方老大 不是很大聲地說 我想不通啊 為什麼想不通呢 嗯 八弟說得都有點道理的 既然輸了 不走做什麼呢 不過 我總覺得這件事 好像不是這麼簡單 嗯 嗯 那你講來聽一下 我覺得 他輸得太過輕鬆 那方老大說得真是很對 趙毛記本來 確實不用輸得這麼快 這麼慘 也無謂給朝七太爺摘先 廖伯忍不住問說 你認為他另外有用意的 是啊 那正說 為什麼又不留下他啊 哈哈 人家都認輸了 而且輸得很好看 我們怎麼好意思留下人家呢 廖伯就不出聲 趙七太爺又問 那麼 你猜到他 為什麼這樣做呢 方老大就說 我猜不到 那事實是 人家錢就輸了給你了 那你還想怎樣呢 趙七太爺又開始吃他的水煙了 咀完一口又一口 咀到水煙都關掉了 他還是一口口感絕 那就證明 他不是在吃水煙 他在想著 又試過了很久 他那塊沒有肉口的臉 突然之間 就露出一種很奇怪的表情 站在他面前那八個人 起碼跟了他二十年以上 都知道 只有在想到一件 很多人害怕的時候 他才會有這種表情 究竟他想到什麼事呢 喏 對一個已經七十二歲 經歷過無數次大風大浪的人來說 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事了 所以每個人的心都好像拿著這樣 突然之間 招七太爺開聲 他看著廖伯說 我知道 你和老大的交情最好 他在你的地盤有賭場 你在他的地盤也有 然後 廖伯就不敢不認 他倒下頭說 呃 是啊 聽說 你在這裏都有賭場 是嗎 是啊 你這間賭場 有多少賭盤呢 嗯 六萬 在招七太爺的面前 他不敢隱瞞 所以他跟著又說 嗯 我啊 我們已經 做了四年多 已經賺了二十幾萬 除了開銷 都全埋沒動 因為我的女人 想用這筆錢去開幾間妓院 嗯 嗯 聽說 你身邊最得寵的一個女人 叫微我 是嗎 是啊 我聽說 她也是很好賭的 是嗎 是啊 她賭得更厲害 你過我 只不過 她也是贏的多些 唉 贏得更多 敢自弊啊 各位 賭王就不是徐扁鋒的 當然就不是一朝一夕做得到賭王 一定要經過很多慘痛的事 她很清楚 一個人開始賭的時候 贏得越多就越糟 因為一定會覺得自己手氣好 賭運好 就越來越想賭 賭得越大就越好 就算輸了一點點 她也不緊的 因為覺得自己一定會贏回來 結果 輸錢的就是這種人 因為這種人要不就不輸 一輸呢 連本都輸清光 這些 就是朝七太野的教訓 亦都是她的經驗之談 她手下八個徒弟 聽到耳朵都起枕了 為事呢 現在個個都不知道 朝七太野為何在這種時候 問這些問題 朝七太野又問 那連本帶來 你的牆 可以隨時拿得出多少錢呢 嗯 加加賣賣 大概是二十多萬左右 你不在這的時候 是誰打你那個牆 嗯 就是我那個女人 不過 你老人家放心 她雖然會黑肚 不過 她從來不會偷吃的 那 即是說 她手頭 多少都有幾個錢 啊 你估 她大概有幾多度呢 呃 大概 所以 最少怕有七八萬左右 那 至多呢 哦 那就說不定了 或者十七八萬都不定 朝七太野不出聲 她看著桌上面那堆銀票過了很久 才慢慢說 老大 老二 老三 老四 老五 老七 你們個個人 都分兩萬兩 那六個人同時借過朝七太野的賞賜 他們從來都不敢說不要的 朝七太野又說 老六 出的賭本 也擔不到風險 老六 就應該分 五萬兩 假老闆也借過 心裡頭就很奇怪 既然個個人都有份 為什麼不分給八帝 即是廖八呢 那朝七太野既然沒有說 也都沒有人敢問 朝七太野就說 三萬兩 分給我這次帶來的日 剩下那二十萬 就留給八了 那朝七太野做事一向公平合理 對這八個弟子更加沒有說偏心誰 這一魂 廖八就沒有出什麼力 黑反為著數很多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連廖八自己都覺得很意外 他問說 為什麼分這麼多給我 趙七太野 趙七太野嘆一口氣說 唉 人為 你很快就會等錢花了 廖八還想說話 老大突然醒悟 他說 噢 好厲害 好厲害 假老闆就問 唉 你說誰很厲害 那個姓趙的年輕人 好厲害 嗯 正話我都想到 他這樣做 當然怕師傅看穿他的東西 又不想破了他行運炮的招牌 所以索性一次過輸了他 讓人家永遠都看不出他究竟是怎樣出戰 嗯 沒錯 但是憑這一下 已經夠厲害了 但是 他怎麼說都輸了四十萬 數目不小 嗯 無人揭得穿他的老爺 他就有機會贏了 怎麼贏啊 在這裡輸了 就在帝處贏了 我想 他會找八帝那間賭場賣手都未定 哦 難怪師傅分分最大的給八帝啊 不過我就不信他手腳這麼快 一下子就會贏了八帝的場 招七太爺這時候冷笑一聲 他說 哼 你為什麼不去看看 廖伯的廳整個飆了出去 假老闆也跟著出去 老闆說 唉 她這場不交給女人打你 都可能不會那麼快輸清光 可惜現在 唉 老大雖然嗨聲聲就沒有了夏文 不過每個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女人輸了錢就會欲赤 欲赤就想翻本 越著高手就殺聽越輸越多 樹稱光為止 翻本這件事就是賭徒的大忌 真正的雄家一輸就走 不會說想著翻本 所謂一輸就走見好就收 這兩句話一向是朝七太爺的座右銘 真正的雄家死都會記得 老三嘆口氣說 望就望八弟的房契沒有被女人握手 老大就說 看情形那個場 陸帝也有份 實有筆錢放在那裡 說不是 還有個女人放在那裡 各位 兩個女人當然輸得快 一個女人多多聲 那果然 等到賈老闆回來的時候 只見他整頭大汗的臉色很難看 老大就問 怎樣 哎 師父和大哥你真是料事如神啊 他贏走了多少 五十四萬兩銀錶 再加上城裡兩棟房產那麼多 其中有多少是你的 有十萬 啊 那隻臭小子年紀輕輕 想不到這麼厲害 招七太爺 招七太爺 封在那對眼裡問 說 阿八 是不是帶了人 去找他 符氣呢 嗯 他帶了幾個八弟體長的兄弟 我們怎麼可以就這樣算數啊 我問你 究竟是誰先動手啊 嗯 那好像是八弟體長的兄弟啊 什麼話 你們為什麼動手啊 是不是因為人家贏了錢啊 就不讓人家走啊 那些兄弟認為他們出錢啊 就算是人家出錢 只要你們看不出 在人家本事 你們有什麼理由不讓人家走啊 你們那裡是賭場啊 還是賊鬥啊 賈老闆不出聲 低下的頭 慢著在抹汗 招七太爺本來很生氣 但是很快去他又平和了 那賭徒最重要的呢 就不單止是行運 而且還要很冷靜 只得 一個還十多歲出來做賭徒 而且做到賭王那樣的人 當然是很會控制自己啦 但有些說話他又不說不行 他說 就好像開妓院一樣啊 我們又是做生意 雖然這種生意 都不受人尊敬 但還算是生意啊 而且是一種很古老的生意 他這些說話其實講過很多次了 自從他收了這幾個人做徒弟之後 就不時那麼灌輸這種觀念給他們 要他們明白 做這種生意雖然不高尚 不過很溫和 都是生意人不是賊 做這種生意的人應該用的技巧 不是暴力 朝七太野平生自討的一件事 就是暴力了 他又問說 現在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明白了 那你快點去叫阿伯回頭 現在去啊 怕來不及了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因為他帶了國家三兄弟去了 國家三兄弟 什麼人來的 是我們八兄弟裡頭 自救撲的三個人 各位 原來國家三兄弟裡頭 大那個就叫做國炮 中間那個叫做國狼 那名叫國狼 那名叫國狼當然沒有聽 他自己也不喜歡 不過他父親跟他起過這樣的名字 他沒有收到 他父親是個惡爺 但是很可惜 他色字又不多 生的兒子又不少 除了虎 炮 熊 狼 之外 他想不出 還有什麼凶惡的野獸 所以他唯有把自己的拉仔叫做狗 因為狗 起碼還懂得咬人 國狗的確懂得咬人 不單止喜歡咬人 還很兇死 不過他不是用口咬 是用他的刀 他身上幾時都帶著一把 用免鐵千錘百鏈打成的免刀 就當是骷髏打在腰上 他的刀法 就未經過真正的明家指點 但是一味夠凶狠 一味好力 那就算真正的明家跟他打鬥起來 很多都會領他惹的 所謂亂棍打死老教頭罩 就是這樣 現在 他們三兄弟都到了平安客棧 因為趙毛記就住在平安客棧 還要說 平安是福 出門在外的人更加希望一路平安 所以 每個地方都會有一間平安客棧 住過平安客棧的人 未必個個都可以平安 不過大家是貪吉利好意頭 這間平安客棧 就不單止是醒裡頭最大的一間 而且是一間聲譽好好的老字號 廖伯輸了這麼多錢 火遮眼 帶著他的打手來到這裏 要找趙毛記算帳 好了 究竟趙毛記如何收拾他們呢 明天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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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在家就不願意 讓人接受到足夠 這裏 能夠在家 出門 待在家 都會有膨礙 都會有膨礙 有膨礙 有膨礙 有膨礙